8月10号 随着叠压在上面的一件眼形器提取出图 三星堆八号坑东侧 紧离坑壁处的肩帽持杖利人像 终于显现出完整的侧影 这是一个八号坑现在看到的比较奇特的一个形象 它的手上并不是中空的 手里面拿了一个我们暂时称为龙头杖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个龙头从下面像一个U型的弯一样的转上来 那么就是龙头在下 然后龙身在上 以象牙作为耳朵上的装饰 甚至尖帽上我们现在看到可能还存在这种鹿角的装饰 这可能都是以前没有见到的过的形象 造型全新 但由于人像底部仍有断查 专家推测它极有可能是一个更大青铜器的附件部分 此前三号坑出土一件驰鸟立人像 人像手握的是凤鸟形状 随着清理工作展开 考古人员在八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神坛上 也发现了部分人像手持器物 更多手持理器形象的出现 给专家解码三星堆青铜人像 双手环握的究竟是何物 推测三千多年前 古属人祭祀场景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启示 以前在86年发掘完之后 大理人手里面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过很多的猜测 有的学者提出拿象牙 或者拿一些金杖之类的器物 那么在这次的发掘中 我们现在有一些答案了 他们似乎拿的是不同的东西 每个人可能持过自己的这种仪式性的用具吧 据介绍 商周时期 中原地区很少出现权杖这类器物 西北西南地区 则存在较长时期的权杖使用传统 尤其在西南地区 直到战国时期仍有原用 而在杖手添置精美装饰 则显示出这些区域的古人 在兼收病序后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物质文化 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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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西北西南地区 苟 南地区